《易经》里面有一个卦水泽节 其中一摇 不出门停无救 不出门没有事 大家可以参考 可以对这个事 但是除此之外 还是不够 我们还得更有效的应对 说说这个经过怎么办 首先人心是最大的 信念本身是一种力量 现在无数的科学实验 证明这种奇迹的发生 如果是割腕 或者是吃药 不展开说了 就是本来什么都没有的 本来什么不是的 人没了 而那个本来有事的 其实他们做的还不够 应该反过来也做 本来有事的 他事情应该 并没有那么大 甚至说没事 那就是说这个意念 精神的主导 对人体 它是直接的因素 你不管吃什么 都能活 只是当时没有那么快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多少 说直接一点 除此之外 过去人和离 早就有 很多瘟疫的这种经验 主要是在中国 实行 疫苗 人类唯一对天花 后来种了牛豆 实际上是英国 在中国学习的 中国最早是直接的这种病人的衣服 这种气 这种物件 给你身体就是接触 灌输 只不过那种直接一点 后来又有那种熟的 苗 到人体 这就是所谓的 疫苗的祖先 中国唯一一次 战胜这种疾病 现在 我们领袖 在北京 人人一个口罩 一个避瘟香囊 避瘟疫 那就是瘟疫 你现在 在后面加了个情字 你搞得 他也有感情了 这个情本来是 周末不透的 他也是变化无情了 你就不想这个 这些都是天椎下 人 非要给他加上去 那这个情 他本身 就是说难听的 过去书文姐字里还说 人之所欲 七情六欲 那这就更好了 所以这个 你说情况 本来是分成两个事情 你这样讲 你就叫瘟疫就好了 让人误解 让人 就算不会这么想 但是他也是一种 无形的能量 在 一直在 还好 我这解释通了 如果我没解释通 大家老是这样 有人这样想的话 潜意识 不说通的话 那你 自然会产生 不好的想法 这种想法 他的能量 无限了 除了这个一之外 还有一个始料 就是说这个豆芹 南方吃豆芹 北方吃这个豆瓣酱 多一点 这个芹 没有也可以用酱 加上葱 姜 热水煮开 喝一点 你不管它好不好喝 管用试试看 最好的一种办法 就是静坐 练动工也可以 但是现在不让你出去 这就皇帝内经所说的 争气内存邪够可干